欢迎来到我们的房地产简报节目 今天的新闻焦点首先是苏格兰政府成功投票 反对了工党领袖Anne Schauer提出的关于住房危机的指控 尽管面临着无家可归者增加的压力 政府仍坚持其政策 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位澳洲社工应使用ChatGPT 撰写了一份不当报告而面临惩处 这引发了对AI在福利工作中使用的广泛讨论 最后加州的经济预测显示 明年增长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失业率高气和住房问题仍然是主要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BBC报道 苏格兰政府在议会投票中 避免了对其未能应对住房紧急情况的指责 苏格兰工党领袖阿纳斯·萨尔瓦尔提出的动议 以54票对60票被否决 而政府修订的动议 则以59票对55票通过 由于住房供应压力增加和无家可归率高 苏格兰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 被迫宣布住房紧急状态 去年 提出无家可归申请的人数创下新高 超过1万名儿童 被记录为生活在临时住所中 尽管工党批评政府未能满足住房需求 但住房部长保罗·麦克伦南表示 政府正在尽力应对危机 并呼吁西敏斯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政策 Yahoo US报道 澳大利亚一名儿童服务工作者 应使用Chat GPT撰写关于儿童的敏感报告 而遭到处罚 维多利亚州的家庭公平与住房部发现 该员工在一份涉及儿童父亲性犯罪的报告中 奇怪地将性玩偶描述为 父母支持儿童发展的显著优势 调查发现 这名员工可能在多达100份儿童保护相关文件中 使用了Chat GPT 尽管其声称未输入敏感信息 最终 该员工被解雇 维多利亚信息专员办公室要求禁止 该机构员工使用该软件 以确保儿童保护工作达到最高标准 Yahoo US还分享了一位大学生的生活经历 他在大学期间选择独自居住以追求独立 虽然最初感到孤独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逐渐享受起独处的自由 能够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活动 他还通过参加社区活动和志愿者工作 来建立社交联系 然而由于经济压力和即将到来的租金上涨 他决定在大学最后一年和朋友合租 以减轻经济负担并更好地参与校园生活 虽然他会怀念独居的日子 但相信和室友一起生活会带来新的机遇和乐趣 Yahoo!US报道 加州经济在2024年将面临低于标准的增长 预计将比全国其他地区增长缓慢 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 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 主要包括高科技行业和农村地区就业之后 以及住房市场的持续低迷 尽管2025年和2026年的增长速度预计会有所回升 但仍然不会显著超出全国水平 加州的失业率在全国范围内名列前茅 最新数据显示 8月失业率为5.3% 不过住房市场的未来似乎有所改善 预计随着抵押贷款利率的下降 房屋销售将会反弹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 由于维多利亚州投资者 为避免税收上涨而转向南澳 导致南澳的房价上涨 数据显示 南澳的房屋和公寓价格在过去一年中 分别上涨了15%和10.8% 相对而言 维多利亚州的房价则出现了下跌 这使得当地的投资者纷纷出售房产 南澳的Mont Gambler 是成为了新投资的热门地 吸引了许多维州投资者的目光 然而随着外来投资者的增加 当地居民在购买房屋时面临更大的竞争 尤其是在高端市场 英国BBC的报道则讲述了因无故驱逐 而导致的家庭流离失所的故事 多达13个家庭在收到房东 出售房屋的通知后被迫搬离 他们面临着高昂的租金和缺乏合适住房的困境 以Kirsty Wade一家为例 他们在失去家园后 不得不暂时住进无家可归者中心 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当地议员指出 军队人员的流动和租赁市场的紧张 加剧了住房问题 呼吁政府采取措施增加住房供应 以缓解困境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指出 超过43万名澳大利亚人 本可以拥有自己的住房 但由于七位总理的无作为 这一梦想至今未能实现 回溯到13年前的税务峰会 关于复扣税的讨论被迅速终止 著名电视主持人柯奇在会上指出 复扣税的核心是一个虚构的论点 即房东因租赁房产而遭受损失 需要得到补偿 然而 这种补偿在其他国家并不存在 导致澳大利亚的房东 在税务上享受的特权 与国际标准不符 尽管复扣税已成为澳大利亚的常态 但随着财政部的审查 取消这一政策 可能为政府带来136亿澳元的额外收入 足以为所有纳税人提供可观的减税 美联社报道 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因经济崩溃而冒险 越过以色列的隔离墙 寻找工作 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劳工的限制 失业率急剧上升 许多家庭的生计受到严重威胁 失业的父亲们在深夜聚集在高墙下 试图通过走私者的帮助翻越隔离墙 寻求在以色列的工作机会 尽管面临被捕甚至致命的风险 许多人仍然选择冒险 因为看着孩子们无饭可吃的绝望 让他们打破了恐惧的界限 随着经济的崩溃 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 不得不以极端的方式谋生 甚至有人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日经亚洲报道 印度HDFC资本计划 与2025年推出10亿美元的可负担住房基金 以支持中产阶级的住房建设 该基金将与世界银行集团的国际金融公司合作 专注于绿色住宅的开发 印度政府已承诺 在未来几年内建设3000万套可负担住房 以解决日益严重的住房危机 HDFC资本的首席执行官表示 满足这一需求将不仅有助于缓解住房短缺 还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推动经济增长 随着全球对可负担住房的关注增加 该基金的推出被视为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一步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悉尼的住房市场日益变得难以负担 但仍有一些区域对普通收入者来说相对可及 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 悉尼的中位收入为每周2129澳元 使用政府的抵押贷款计算器 收入者能够承担的购房价格最高可达556000澳元 在过去一个月 悉尼供售出357处低于此价格的房产 其中70%位于西悉尼 15%位于西南悉尼 其他区域如北海岸和内城区几乎没有可负担的房屋 最受欢迎的区域是距离西尼CBD约25公里的坎伯兰 许多购房者开始转向该地区的公寓 因其价格相对较低 在西尼的房地产市场中 负担得起的住房选择正在逐渐减少 Ray White的首席经济学家 Narida Konisby指出 虽然在大悉尼地区仍有一些可负担的区域 但购买房屋的难度依然很大 他提到越来越多的首次购房者选择租房投资 即在负担得起的区域购买投资房产 同时在其他地方租房居住 这样的趋势使得许多人能够进入房地产市场 并为将来升级住房做好准备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 西西尼的公寓需求不断上升 许多买家被高昂的房价逼迫 寻找更便宜的选择 在另一个与住房相关的议题上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联邦政府计划重新提出其帮助购房法案 并可能引发双重解散选举的威胁 该法案允许联邦政府成为购房者的共同拥有者 承担高达40%的房屋成本 尽管反对党和绿党对该法案持不同意见 政府仍在积极推进与住房相关的政策 同时政府还开始接受一亿澳元的紧急住房资金申请 以帮助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和儿童 住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强调 解决住房危机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呼吁国会尽快通过相关立法 以确保更多澳大利亚人能够拥有自己的家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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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